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胡椒蘿蔔豬筋煲 新鮮豬筋回來, 先出水, 是嗎? 是 豬肺 洗乾淨後, 白鑊煎 煎至泡沫沒有位置 就會變成這樣 用上湯下鍋了? 對, 下鍋了 一定要薑, 對吧? 今天我加了青蘿蔔、紅蘿蔔 讓顏色更好, 味道更甜 就這樣蒸, 蒸淋了才放進去 這樣就快很多了 豬筋有時間做好, 出水也先蒸 吃的時候就放進去 現在先放進去, 好嗎? 好 因為要久一點, 放進去 原粒, 回來自己煎, 沒混合物 所以會很香 這時候放豬肺 先放進去… 把豬筋放進去, 讓它吸收味道 我們也要把湯… 調調味 調調味 我們加大地魚粉, 加一點 這個是胡椒粉 胡椒粉, 別給那麼多, 放一點 調了不夠了, 隨時加都可以 如果不是 不然我怕你會變辣, 會煮得到 最後放什麼呢? 中筋 中筋 必須的, 對 先捉一捉, 讓它的粉更均勻 好, 現在蓋上它 是, 高焗的, 是嗎? 我們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煮好, 先煮久一點, 不怕 好 粉腸, 回來洗掉 輕輕的把蒜頭放進去 粉腸上, 這樣把它裂一下 讓它裂一下, 有沒有髒 或者有沒有其他雜質 把它裂出來, 這樣就乾淨了 很好的方法 對, 如果裡面有蟲 它就跟蒜頭一起出來 好的 好, 我們看看這個麥魚 乾的麥魚, 現在浸泡了 對, 我們要把它拔出來 這裡有塊… 膠, 那個骨 是麥魚骨的 好像膠的 麥魚骨, 把它移出來 好, 先吸水 切好了, 放好就好了 好了, 出水了, 是不是? 出水了 好了, 粉腸, 放進去 好 我們準備我們的香料了 好 好, 白香葉, 放香 胡椒粒, 免得那些都要了 好 薑也可以烘 薑也可以烘, 不用油爆香 兩樣都可以 現在差不多了 好香 因為葉子, 我放進去 葉子就不用烘太久 是 這個多爆一會兒, 等它再漂亮 是 好, 我們倒進去 好 好, 拔好了 對, 倒油 這個一定要爆進去 是 爆了才會香 味道才會出現 才會有麥魚香味 如果這樣, 香味沒那麼出現 現在可以了, 可以放進去 好, 直接放進去 對, 放進去 好, 輪到豬腳筋了 對, 這個是前腳筋 前腳筋 豬手筋 對, 豬腳筋煮半小時左右 好 再看一看, 夠不夠軟 不夠軟的話, 再煮多一點 然後粉腸和節瓜放進去 都煮15分鐘 先看看, 好 開始, 是不是? 很漂亮 已經開始漂亮了, 是不是? 好了, 現在節瓜放進去 好 放進去, 放平它 讓它煮得到, 有水 如果煮不到, 它就沒那麼漂亮 有一點軟, 有一點不軟 你幫忙, 讓你吃回家吧 好 現在放進去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先煮好才會切 煮好才會切 它沒那麼容易縮 現在放入味道 鮑魚瑤柱汁 好, 多一點一斤 就夠了, 蓋上 要煮多久? 你再煮15分鐘看, 看 到時看它夠不夠軟, 不夠軟 好, 再煮多一會兒 好 好, 我們先看看它 很漂亮 很濃稠的感覺, 看到嗎? 很棒 現在就蓋上香腸了 好 關火 關火 很軟 這樣很順暢的, 知道嗎? 醬汁… 已經感覺到了 醬汁不用怎麼說話 好, 擦乾淨 可以了, 沒錯 好, 那個粉腸, 對吧? 我們就要切 向自己的位置, 這樣 把它拆開, 這樣 容易咬 對, 容易咬 好, 我們把香葉拆掉 還有這個, 這個超好吃的粉腸 這個真的… 真的不可以失去它 海味燜截瓜豬腳筋 完成了 我們下集到 我們下集中 要訂閱, 還有訂閱, 按讚 你們再次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